世界潮流,浩浩雙雙 主持李慧才,梁錦翔,車離子 各位網友,歡迎大家回來 今次浩浩雙雙第二節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生死存亡450 究竟這個題目呢? 首先要說什麼叫溫室效應 雖然這個名詞大家很多都聽過 但也要略為解解的原理 其實在農業中,有些農民一早知道 農作物一到冬天時期,未必能夠熬過冬天 它需要比較高的溫度,能夠維持 所以它會有某些,當然經濟價值高一些 它會放在一間玻璃屋裡面 當然現在發達,有很多不一定是玻璃 是很漂亮的,透明膠、膠布也可以 但太陽陽光射進來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穿透玻璃 但裡面的溫度高了的時期 那些熱就不容易散得到 特別是因為那些熱散的時期 輻射會在一個比較長波長的紅外線波段 我們叫熱輻射 那玻璃就會被隔了 會被焗住 其實開車的人都知道什麼是溫室效應 通常夏天,你沒有蓋著車子 然後回到車子裡面,真的被焗爐了 外面已經是30多度,但裡面可能是40度 更熱 但原來在地球來說 那個大氣層就等於這個玻璃 太陽的輻射能量主要集中在可見光的波段 即是我們看到的紅橙目綠衝藍子 太陽光 能量是高於紅外線的 但當它這些能量被地球吸收之後的時期 那我們的溫度自然就會上升 上升的時期,將它的輻射會射出太空 整個地球 但它射出去的時期 那些就是地面輻射 叫Terrestrial Radiation 就是波長比較長的紅外線波段 能量比較低 也就是熱輻射 但這些熱輻射原來是受到大氣層裡面某些成分強烈吸收 其中最強的是水氣 就是Water Vapor 即是水變了一個氣體 另一個就是二氧化碳 但原來早在19世紀的時期 科學家已經知道這件事 他計算過,如果地球沒有大氣層 如果按照太陽的輻射射到來 我們應該達到什麼溫度 他計算出來 原來全球的平均溫度應該是零下18度 這個就是全世界都會變成冰天雪地 沒有生命能夠存在 但現在我們的地球平均溫度是多少呢 即使是19世紀 當然比現在量 19世紀 那時候也計算到大概涉事13度 去到20世紀已經升到14度 但你14、18度 一個負一個正 加起來是32度 原來內匯是令我們增加了30度 就是靠水氣和二氧化碳 但我們最關心的現在是二氧化碳 為什麼呢? 因為水氣原來在大氣層的循環速度是很快的 因為只要它多了水氣時 會上升就會形建 變了雲 因為水的特別是 它可以有三態 同時存在在地球表面 就是液態、氣態和固態 但二氧化碳來說 在我們地球表面這樣的環境 只是一態 只有氣態 沒有固態 所以水很快就會結成水滴 水滴變成雲 雲變成雨 或雪 它有一個水循環 我們叫做Hydrological Cycle 所以不會改變很大 當然現在我們全球暖化了 空氣裡面能夠裝的水晶氣都多了 這是令人憂慮的 現在我們也會說到 但暫時我們集中在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在大氣裡面的成份很低很低 我們知道主要21%是氧 其餘的就是氮 其餘不夠1%的就是亞氣 即是阿根 阿根是第三 其餘所有氣體 包括二氧化碳 都是剩餘0.0多 二氧化碳是0.03 現在來說 氮就是無色、無味、無臭 看不到、觸摸不到、沒有毒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們身體裡面流動 甚至我們經常說 敷出來的氣就是碳酸氣 當然其實就是二氧化碳 但因為很濕潤 當然它一溶在水中 會變成碳酸 所以我們叫碳酸氣 當然動物要吸入氧氣 就會敷出二氧化碳 這就叫做呼吸作用 植物在光合作用 其實植物也是有呼吸的 但日間的時期主要是光合作用主導 因為陽光、空氣、水分 吸入空氣裡面的二氧化碳 就會製造成物 在過程中釋放氧氣 所以這個動植物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平衡 就是氧氣和二氧化碳 保持0.03% 其實就是0.04% 但是現在我們憂慮的 其實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溫室效應本來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如果沒有溫室效應 我們這個地球就冰天雪地 我們全部都凍死了 但現在我們所憂慮的是 因為人類過去百多二百年來 是不斷地大量燃燒很多化石燃料 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氣 釋放很多二氧化碳 在這個大氣層裡面 這個大氣層裡面的二氧化碳 增加了的時期 就增加了溫室效應 而且我們只是在加 但是沒有減 因為我們已經斬了樹 其實減來講 主要是靠大自然減 我們完全沒有本事減 大自然減就是樹 可能是生長的更加模型 但我們還要斬了樹 其實我們有很多概念 一個叫排放圓 以及一個吸儲庫的概念 就是在全球天花 英文就簡單一點 一個叫Source 我們叫排放圓 今次是二氧化碳 一個叫Sink 即是我們洗手盆的Sink 沉下去的Sink 但是我亦做吸儲庫 其實自然界是有很多吸儲庫的 現在他們已經快要抬工 因為我們爬進去的已經太多太多了 怎樣多呢 原來我們人類最先準確量度大器裡面的二氧化碳成佛 是1958年的事 1958年一個科學家 他就在夏威夷的火山頂上 叫Monolore的觀測站量度 量度度是315ppm 剛才Cherry說是0.03% 他就用普通的百分比 但是因為它這麼小 科學家就傾向用百萬分之幾 作為一個單位 英文就叫parts per million 可以簡稱PPM 有時候又叫PPMV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是以體積計的 by volume 即是容積 不過很多時候都會刪除V字 免得提 最先量度是315ppm 這個科學家就叫Charles Keeling 就是K-E-E-L-I-N-G 這個姓很有趣 比較難管 但是他當時量度也沒有什麼 為意 以為這是一個基本自然界的數據 但是他就很用心 日以繼夜地不斷去量度 但是很奇怪地他發覺 他都會量度出來 逐年逐年是增加的 最初都以為儀器有問題 但是再量度下去 不是 檢查了儀器也沒有問題 一直到他死的時候 其實他在2005年才過世 已經去到380多個體驗 445日就變成4之後 當然他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繼續 就是David Keeling 他是Charles Keeling 他的兒子指成父業 繼續很仔細量度 現在最新的 其實已經差不多去到390 所以我剛才說0.04% 但是科學家 他們就覺得 當然這個是很大的發現 因為你想想 其實大自然的大氣層 是這麼遼闊 這麼浩瀚 我們人類這麼渺小 我們的活動 怎麼可能改變大氣層裡面的化學成分 以百分比來說是很重要的 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幾 百分之二十四 於是他們用了很多間接的方法 就去找回1958年之前 其實當時地球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是多少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當然大家對照過 就是定了差不多在1850年 他們作為一個基準 在1850年的時期 原來那時地球平均的二氧化碳 含量是280 那你想想 280到1958年的315 其實都升了很多 入面是160年不夠 但都升了12.5% 但315升到390 我們剛才提到差不多24% 如果我們將280到390來計算 中間就是1850年到今天 原來總共升了接近40% 是很驚人的 40% 而且絕大部分 差不多4分3的升幅 都在過去30年出現 這個很明顯 令科學家很憂慮 因為這個溫室效應 在物理學上 已經是很確鑿的一件事 沒有得爭 但是我們知道 為什麼我們燃燒的時期 會產生這麼多二氧化碳 當然要略為提一提 大家知道所有這些 煤石油和天然氣 我們叫化石燃料 為何叫化石燃料 就是因為以前 其實它是生物 沒錯 其實煤來看 在很多億萬年前 大量的植物 多數都是熱帶植物 死了之後 就腐爛了 但腐爛了 在地層底部 受到很巨大的溫度 壓力 擠壓 和一路轉變的化學成分 到最後變成了我們所認識的煤 而石油 基本上是大量的海洋生物 很多是動物 又是死了之後 就埋藏在海底 後來經過長時間高溫高壓 就變成石油 天然氣差不多的原理 其實都是死了的動植物 放出來 其實全部是炭氫化合物 Hydrocarbons 有很多種 但當你炭氫化合物和氧氣一結合 即是燃燒 即是燒煤燒石油 自然燃一個產品 就不能走 就是二氧化碳 對 但這個二氧化碳 因為過去百多年來 真的燃燒得越來越厲害 那個量是驚人的 就是剛才說過 上一集有說 剛才花了成節說的 是複色增長的 是很驚人的 即是你剛才推論的 將來的增長 會比以前那些快很多 沒錯 這樣才是驚人 可能是十年已經 即是用59分鐘到6分鐘 很簡單 我們這樣想 我們用補8和補3來看 譬如溫家寶 08金融海市之後 就說補8 經濟增長 原來補8 其實複色增長 用一個很容易的看法 就是用倍增期的概念 就是幾內會是雙倍 所謂的 就是翻一翻 原來補8 即是每年8%的增長 那倍增期只是九年 九年的時期 是很驚人的 我們看看 因為溫總是2008年提出的 即是八年 就是2017 不是 這個加了九年 2017 2017是兩倍 2026是四倍 2035是八倍 2044是十六倍 2053 即是去到本世紀中業 即是我們中國的規模 就會大三十二倍 三十二倍 你想想想 如果就算我們的科技 多麼發達 你說同樣一噸煤 我們能夠提取的能量 提升多少 說真的 我們的科技 差不多差不多 現在 你的經濟規模大三十二倍 有沒有可能 真的不可能 就算美國 美國 當然他的經濟已經很發達 也很浪費 很浪費 但他現在都爭取補衣 補衣 補衣即是怎樣 我就算以今年開始計 不要用2008 如果2012年是X的話 2035年是2X 2058年都是中業以上 就已經是4X了 即是說去到2058年 美國的經濟規模就是今天的四倍 全世界 如果是介乎三和八之間 都是很驚人的 你去到本世紀中業 根本你看到 地球是完全不可能 應付到這樣的增長 根本是不可持續的 當然有一個 我們知道 這些石油、煤、天然氣 有時候我們都可以看成 浪漫一點 本來是一些遠古的陽光 你想想一下嗎 因為植物就是要吸入陽光 才製造了食物 變成的身體一部份 最後一變成煤 就是一個能量 但能量最終哪裡來呢 太陽 即使石油是動物 但動物的能量其實在哪裡 都是吃植物 所以無論我們燒煤、燒石油 本來都是一些遠古的陽光 大家想不到 可能我們晚上 開著火焰燈 看著燈光 油和燈光 其實那些就是遠古的陽光 即是一個間接的意義 本來這件事是很浪漫的 但是 現在因為這些遠古的陽光 它是經過億萬年累積回來的 我們就只在短短百幾二百年裡面 準備一下子釋放出來 所以就造成一個很大的災禍 即是好像那些敗家仔 花了早幾代的身家 對 三代四代 雷積回來 但現在科學家 測度過 剛才提到的二氧化氧水平 即是三百九十 差不多PDM 原來現在的科學家很厲害 在格陵蘭、南極、阿拉斯加 很多地方 它是鑽冰柱 是很深的 原來冰柱裡面 有一些很遠古的氣泡 對科學家來說 這個真貴 它就能夠知道 不是今天 而是一千年、一萬年、十萬年 甚至一百萬年之前 原來地球的大氣層成份是怎樣的 它測到 原來起碼我們有實際數據 現在是八十萬年 而八十萬年裡面 原來二氧化碳的含量 確實是有變化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但原來 那個變化幅度是怎樣的呢 原來它最低大概平均 就是一百八十而已 我們剛才也說 1850年 我們叫做工業革命前期 已經是二百八十 而實際上 原來它那個最高的 就是二百八十 即是它介乎一百八十和二百八十之間 即是我們令它創歷史新高 即是證明高很多 即是我們現在的大氣層的二氧化碳含量 是過去地球上的八十萬年來所未見過 是這麼驚人的 當然 你說 我們最關心的不是二氧化碳水平升高了 因為它對我們沒有毒 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它透過溫室效應 所達至全球暖化 所以它始終是溫度 但這個溫度是否真的增加了呢 科學家也是很辛苦 過去一百幾十年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不是說 某一個地方 香港 尖沙咀 或者中環的溫度 我們說的是一個全地球的 全年的一個平均溫度 其實不容易要測定 但科學家也很努力地 斷定到地球的平均溫度 它原來找出來 在過去一百年 其實已經升了0.74度 但這個一般來說 你上網找到這個數據 它所謂的過去一百年 是一九零五到二零零六 大概的一百年 所以現在來說 眨眼又過了六七年 所以現在來說 我們一般都不會說是0.74 其實0.8都不會怎麼走 就是說我們的過去一百年 其實地球已經升了0.8度 由工業革命前期到現在 肯定是0.8度 有多沒有少 但它的影響是怎樣 其實大家很多都聽過 第一 就是全世界高山的冰雪 是迅速溶化的 是溶得很厲害的 其中一個很著名的 大家上網很容易看到的 你去Google的 image 查看 就是非洲的第一高峰 就是Kilomangero 吉利馬澤羅蜂 之前就像富士山一樣 上面全部是雪 很漂亮的 火山 但現在上面的雪 差不多已經消失了七七八八 而世界各地 無論是喜馬拉雅山 當然這個最嚴重 北美的洛基山脈 南美的安第斯 非洲的阿爾卑斯山 諸如此類 全部是冰雪溶得很厲害 第二就是冰川的溶化 這些是高山上的 但冰川就直接出海平面 兩極區域的冰川 無論是在格陵蘭出海的冰川 阿拉斯加出海的冰川 或是南極州出海的冰川 其實很多都是溶得很厲害 是大幅退卻的 有些根本是不能出海的 因為它到一半已經流下去了 另外當然就是北冰洋的海冰覆蓋 大家可能都聽過了 今天我們就選擇了 大家有聽過這個 背後的背景就是一隻北極紅很淒涼的 站在一塊都快溶的冰上 整個海的冰都溶得七七八八 其實這是真實的寫照 其實過去五十年來 北冰洋的冰已經縮減了至少一半 一半以上 現在科學家預計 再過二、三十年 有些甚至悲觀 就認為不用了 根本北冰洋 夏天的時間 簡直是一點冰都沒有 你想想北極紅怎樣生活 其實基本上一定會絕種 將來除了在動物園之外 你是看不到野外會有北極紅 還有現在好像會看到 有些是北極紅和灰熊 雜交三次BB 沒錯,在阿拉斯加那裡已經找到 因為北極紅沒有辦法 它一定要向南吞 沒有地方住 已經找到一些怪物 其實不應該存在在大自然 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全世界隨著暖化 低地的物候 氣候 特別是動植物 其實不斷向高山伸展 這個現象 其實生物學家 是幾十年前都發現的 但是那些生物學家自己發現的時期 他完全因為每個都是單打獨鬥地在自己的研究區域發現 他以為在這個區域不知出現了什麼問題 氣候 後來才知道大家一直交流的時期 才發現原來這不是個別孤立的事件 而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發生著 就是全球暖化 所以很自然 明明以前 應該是在這個很溫暖的地方才生長 在高山是生長不到的植物 為什麼會在越來越高的海拔看到 那些甲蟲 甚至鳥類 都會在越來越高的海拔看到 一開始就以為 萬物欣欣向榮 以為是好事 這是大大不妙 這就是低地向高山 另一方面 實際上整個地球的熱帶 熱帶已經不斷向南北兩極 伸展得很厲害 這帶來生態很多失衡 甚至引致生態破壞 和物種滅絕是很嚴重的 其實我想問一些 可能拿了一輩的前輩 都會感覺到香港越來越熱 是啊 這事實上是 我們天文台的紀錄是有的 但當然這個大城市 是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就是那個叫做熱倒效應 以前的樓盤變得那麼高 是的 還有汽車 哪裡有那麼多 所以因為高樓大廈多 汽車多的時期 人口一路增長的時期 大城市 它自必然 假設沒有全球暖化 都會比以前熱了 所以為何我剛才提到 那個科學家要去到太平洋的中心 差不多很少人煙的 沒有工業的夏威夷的 就是在一個死火山頂上去測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想測的 不是要遠離人煙 就是這個意思 你在香港測 其實就是很複雜 你要減回熱倒效應 就是這個意思 但這個是事實的 Cherry說得沒錯 其實我們這些 可能我和台長 都已經有真身經歷了 像你所說 以你年輕人 就可能要問回 爹地媽媽老一輩 真的是越來越熱 但另一方面 其實天氣的變化幅度 會越來越加劇 即是說冷的時期會越冷 熱的時期會越熱 當旱的時期會越旱 旱的時期會越旱 旱情會更加嚴重 以及持續得久 但當它在洪災的時期 水災的時期 洪水會越來越大 影響範圍也會越來越廣闊 這是很嚴重的 全世界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亦對農業的打擊很重要 以及風暴會越來越猛烈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 為什麼呢 因為風暴的能量主要來自什麼呢 其實就是來自大氣的水氣 因為水氣在陽面蒸發的時期 變成一個氣體 但到上下的時期 它就會凝結變成水滴 但它變成水滴的時期 原來是釋放出大量的熱 那個叫做凝結潛熱 其實這個熱就是所有風暴的來源 無論是颱風、龍捲風 所有這些都是 所以它們通常形成於海洋中心 沒錯,而且還有熱帶海洋 你稍微北一點都形成不到 從颱風來說 但你也看到 其實近年 當然2005年的卡特里拿 就是一個最典型的 很多人就是Catrina 可能是從全球暖化有關的 超級風暴 但近年雖然已經眨眼很多年 沒有這些超級風暴 但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其實是遲早的 第二個Catrina 隨時都會來 不過美國這幾年都很多龍捲風 多到自己都覺得很奇怪 很反常 而且出現的時間越來越早 影響的範圍越來越大 以前根本不是龍捲風的州份 都出現龍捲風 這正正是因為全球暖化加劇 是引致的 當然另一方面就是熱浪 以及山火 其實在2002年的時期 讓我想想一下 是不是記錯 應該是2003年 其實當時香港 因為受沙士影響 我們的注意力 沒有去看別的地方 其實在歐洲出現了一個 他們說是最少二百年 甚至幾百年一遇的熱浪 在短短兩個星期裡面 我們現在說是死了幾萬人 最有些最高的估計 跟他有關的死亡 可能是去到五、六萬人 即是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 2003年的熱浪是很驚人的 但事實上 如果說前年 在莫斯科附近 那個山火和溫度 亦是驚人的 而莫斯科 你一說 你會想起很冷 不會想起很熱 但曾經在莫斯科 溫度可以去到36度 你說怎樣可以想像 香港 香港也很少可以去到36度 所以全世界來說 這些熱浪和山火 就會越來越頻繁 以及越來越猛烈 剛才說的生態失衡 亦會導致很多細菌、病毒變種 會引來各種不同的瘟疫 人類你現在說醫學昌明 本來二十世紀中葉打喉 有一段時間我們很樂觀 說我們很多霍亂、利疾、天花、白喉 逐樣逐樣 廢爐 都說已經沒有了 但誰知道 不知為何到二十世紀末 很多古靈精華的疫症又回來了 沙士已經是 還有禽流感、豬流感 真的很奇怪 我們英文有一個字叫做 connecting the dots 很多點把孤立的東西連起來 你會發現其實不是孤立 但你要證明它其實很困難 這樣才是慘 所以全球暖化就是這樣的問題 以較長遠的影響 其實還有一個嚴重的 就是水源的短缺 到頭來導致糧食的短缺 另外一個就是海洋酸化 當然最關心的就是海平面的上升 這些其實都是影響著 我們整個人類的生死存亡很嚴重 簡直像是馬爾代夫 就快要沉不去的海裡 這就是海平面上升的問題 水源短缺 我們留下一次再說 水源短缺很快再說兩句 解釋得到 為什麼會水源短缺呢 因為世界上很多水源 都是來自一個很大的河流 但這些河流來說 其實很多已經開始孤乾了 有些實際上頻頻出現大洪水 其實就是為什麼 因為河流的源頭是什麼 是高山上的冰雪 當這些冰雪很多時候 迅速溶化的時期 每年春天來的時期 可能它一下子就溶得很厲害 溶得很厲害的時期 流量大增 下游就會變成有洪災 但是久而久之 當高山上的冰雪 慢慢都已經消失了 於是下面沒有水 所以先就是水災 後就是暗災 這是很嚴重的 因為你看看世界上 是多少人靠沿河邊居住 以及靠河來拿水 即是人的 civilisation 都是由河流開始 是的 還有就是說 現在來說 我們不僅是喝水 原來吃也是要水 為什麼呢 原來在上世紀 比我們很清重的 一個所謂的綠色革命 在六十年代打後 令到世界的糧食 增產都很厲害 一多倍都不止 兩三倍 所以令到很多人 擔心那個饑荒 或者不夠食物 又沒有出現 但是有一件事 他們沒有考慮 或者忽略了 就是原來這個農業革命 它對水灌溉的要求 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這些水給人來 主要就是從河流到來 有些就是打井 就是在水底抽 那些儲水層 但是現在 無論是河流 這些儲水層 都一直一直枯乾 所以將來來說 沒有嚴重的水源短缺 亦都影響到糧食短缺 好了 再長遠一點的影響 我們下節回來再講 完成了